嗨 大家好 我是彼得彼得彼得猪 今天要来解惑高仿之乱第二集 第一集是刚硬片 有兴趣的伙伴们可以点右上角连结去看一下 今天第二集就是中东版跟韩版片 话说高仿刚硬的影片出来之后 大家都会看刚硬避开高仿了 但是过了几个月后 中东版跟韩版突然大量涌进市场 比特朱特地去查询了一下 这两个标签正版确实有出过 但是这个时间点实在是太敏感了 因为这两个版本之前明明稀少的很可怜 会不会是高仿商换个包装改个刚硬继续卖的套路呢 所以接下来要解惑的中东版跟韩版 刚硬破解法已经不适用 一定要打开内容物跟正版比对才能知晓 先看暴风天马 左边是高仿刚硬A0813 中间是中东版K1910 右边是真的正版H2310 但是一个正版样品可能看不出什么端倪 所以比特朱还特地准备了4颗从日本买的天马来比对 开始 拆开后可以发现 A0813的包装跟别人不一样 它是全部捆在一起 中东跟正版是分开包装 还有发射器的方向也不同 对了 比特朱购买的是中文版 是利英国际所代理的 后面这里有特卖会的印章 想不到现在变成认证正版的标签 接着就来拆开他们 仔细比对 为了好区分 所以盗版贴黄色猩猩 中东版贴红色猩猩 台湾正版不用贴 先看贴纸的部分 中东版跟正版除了字体不同 其他细节几乎一模一样 反而是盗版的红色眼睛比较短 颜色也比较暗淡 接着换文章 中东版跟正版的这里都有模具编号 但编号不一样 而盗版A0813什么都没有 再来是结晶轮盘 三位的纹路跟小圈圈几乎一模一样 但是正版的这里有多一个数字编号 接着换钢铁轮盘 中东版跟正版的背面都有模具编号 盗版又再度不合群 没有编号 而且盗版的小圈圈还特别凸 接着换轴心 惨了 不好分辨 因为都没有模具编号 混入也几乎相同 买二手混到盗版也很难发现 还好底盘的部分不一样 中东版跟正版的底部橡胶中间有凹洞 而且都有模具编号 但是位置不同 中东版在旁边 正版在橡胶中间 至于盗版大家都没有 算你有良心 接着换发射器 正版的英文字旁边有框起来 盗版跟中东版都没有 可是比得出从日本买的正版发射器 也都没有看到台湾正版的框框 所以那个框框不是绝对 但是看到这个颜色的发射器 制造日期是14年 绝对是盗版 至于顺畅度 盗版跟正版一样都很顺 反而是中东版的超卡 再来是组装拆除器 中东版跟正版几乎一样 盗版是未来商品 2014年跟奇怪的三个小点 接着有请四位日版来加入比对 先看文章部分 日版清一色都是英文编号 跟上面三位都不一样 换结晶轮盘 从正面看 再翻过来看 盗版中东版日版都长得一样 只有台湾正版的边边有发现数字 也比较透明有光泽 买二手的话 结晶轮盘也是不好分辨 换钢铁轮盘 四个日版都没有模具编号 只有中东版跟台湾正版有 难道这四个日版是盗版吗 别吓自己 请看盗版的这里 这里的纹路跟其他三版不一样 它很凸 接着换很难分辨的轴心 看了侧面也看了背面 日版也没有模具编号 还是很难分辨 再来换底盘 四个日版橡胶中间都有凹点 背面的橡胶 两个没数字 两个有数字 但就是没有中东版的编号 比对完这四个版本的暴风天马 盗版A0813的相似度我给50% 中东版的相似度我给95% 但目前还不能保证中东版就是真的正版 因为还有中东版的抽抽包还没比对 杠印分别是L0311跟C2311 年份一样日期不同 至于内容物比得出有事先看一下它是哪一颗 所以正版也是挑一样的来比对 内容物几乎一模一样 除了说明书的字体跟贴纸的字体不同 拆开后可以发现送的零件一模一样 接着就来拆开它们仔细比对 中东版一样贴红色猩猩 正版不用贴 先看文章的部分 模具编号不一样 中东版只有英文字 正版是英文加数字 接着换结晶轮盘 都有模具编号位置也一样 连旁边的小圈圈也都相同 换钢铁轮盘 文物小圈圈都一样 而且跟刚刚开箱的中东版 台湾正版天马一样都有模具编号 只是中东版天马的编号位置跟别人不同 接着换轴心 中东版有模具编号正版没有 但是中东版比较雾正版比较透明 再来换底盘 小圈圈模具编号的位置都一模一样 然后是组装拆除器 月份不同模具编号也不一样 但是拆除器有太多种版本 很难靠模具编号来分辨真假 结论 抽抽包的中东版跟正版高达99% 接着换韩版的荣颜冥王 正版是抽抽包的千王 韩版真佛心 直接给你确定版 刚硬的部分 正版是C1512 韩版是H0511 韩版的年份还有另外一个A0813 不妙 这个0511 感觉是换新刚印来骗人 拆开后可以看到两个韩版的内容物一模一样 正版是抽抽包 所以很单调 接着就来拆开它们 仔细比对 老规矩 盗版A0813贴黄色猩猩 韩版贴红色猩猩 正版不贴 先看贴纸的部分 两位韩版送两颗头像 正版只有送一颗头 接着换红章部分 两位韩版没有模具编号 正版有英文编号 换结晶轮盘 三位都有模具编号 但是正版的紫色比较鲜艳 两位韩版的紫色超级淡 再来是钢铁轮盘1 三位都有模具编号 但是两位韩版很模糊 正版超清楚 而且正版的颗线跟小圈圈都比较大 接着换钢铁轮盘2 中间的韩版H0511没有模具编号 盗版A0813跟正版都有模具编号 但是正版的这里还多出一个小凸点 接着换橡胶轮盘 三位都有模具编号 两位韩版的这里还有多出条纹 正版没有条纹 只有这里多出一条线 但别的猪担心只有一个样本没有说服力 还特地从日本买了两颗来比对 正版确实都有中间的小凸点 橡胶的部分也都没有条纹 再来是轴心 正版有模具编号 两位韩版都没有 接着换底盘 三位都有模具编号 但是正版的中间还多一个小圈圈 两位韩版都没有 至于组装切换器 两位韩版都是英文字 正版是英文加数字 最后是拉条发射器 两位韩版送的都一样 正版是抽抽包 没有送 接着来对战 盗版A0813就不用了 中东版的代表就用暴风贴码 韩版代表就用H0511的熔岩冥王 先请贴码来对战 正版有贴上贴纸 等一下对战比较好区分 今天的比赛规则转停击飞都是一分 先得三分者获胜 开始 先得分的会是谁 哎呦是 中东版先得分 加油 正版 哎呀又被击飞 中东版听牌 不要放弃啊正版 哎呦哎 中东版竟然起死回生 他跳回来了 可恶 这场是持久赛 来看一下谁可以转赢 结果是 正版1比2 很好 正版还没放弃 2比2追平 关键局 谁可以拿下最终的胜利 两位猛烈的碰撞之后 就是各绕各的了 最终的胜利则是 正版 中东版的天马打完这几场 没有损坏的迹象 接着换龙眼冥王 有贴贴纸的是正版 先得分的是正版还是韩版 哇 如果这个碰撞好强好痛 哎呀哎呀 正版反击1比0 哎呦再来继续得分吧正版 哎呦 一个就碰金属对金属 哇 真的好high 这一局是持久赛 来看一下韩版能不能扭转乾坤 结果是正版天牌 韩版有机会从正版手工拿下一分吗 有耶 1比2 韩版还没放弃 这个这一局他会追平吗 兩位很溫和喔 等一下又開始蹦蹦 真的 到A韓版2比2追平 關鍵局 誰可以拿下最後的勝利 好開呀 恭喜正版獲勝 韓版打完這幾場 也是沒有出現什麼損傷 心得分享 跟高防的A0813對比後 中東版的紋路確實比較像正版 尤其是抽抽包的相似度高達99% 至於中東版的天馬比的豬就不敢保證了 因為在淘寶蝦皮都能看到那海亮的中東版天馬 尤其是剛硬的日期是2010年 都距離現在十幾年了 竟然還有這麼多庫存還沒賣完 只能說中東版背後一定有高人指點 要把庫存留到10年後再賣一定會大賺一筆 所以中東版的天馬、天龍、天鳳等單核商品 是不是真的正版只能自由新鎮 至於彼得豬買到的韓國版 經過比對後確定是高防 但我相信韓版也會有正版的存在 只是現在都被高防商亂用標籤以假亂真 導致現在人心惶惶 反倒是那些H牌的盜版商品比較有良心 可以讓我們一眼分辨它就是盜版 至於第一集拍的剛硬破解法 只是用來排除一部分可疑商品 而不是代表全部哦 畢竟中港台韓中東版都有不同的代理商 發售日也會因此而有所不同 所以剛硬才會有這麼多種 但是有一位大神在社團提供了高防的新剛硬 希望大家看到這些剛硬都能有所警惕 避免跟以前的彼得豬一樣 還傻傻的用高防天鋒拍成開箱影片 學會分辨的彼得豬已經把它徹底封印 不要讓它出來嚇人 希望這次的韓版中東版解剖片 對各位有所幫助 謝謝大家哦